开门喽 干什么 谁允许你跟我们坐在一块吃饭的 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 正是打胃口 我 虽然不知道当初我爹 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你 但你记住 我王嘉兴 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滚 说得好 不愧是我张霄看中的你 有魄力 原来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大驾光临 老熊有诗也 黄夫人不必客气 我这次是来送礼的 愿文祈祥 这是我们张氏入股王室的股权合同 只要你们签了它 至今一次性出入 谢谢 另外 这卡里有一个意 是我向嘉兴提亲的见面 张笑 我和嘉兴到底是合法夫妻 你今天这番言论 我免欺人太胜了 是 王夫人 这位是 啊 张主 别误会 这是我在你会用的 哦 黄氏果然厉害 就连一个诱人 也敢这么嚣张 当楼杂子请回吧 没有王思啊 不欢迎你这种人 住口 你说什么东西 我们王家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 妈 张小此人 你嫌狡诈 那合同肯定有问题 你要相信我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妈 我 我 认诺你 以前有我爸护着你 我这帮养了条狗 你还真把自己当人胎啊 从现在起 我们王氏 跟你没有半毛钱担心 我赔你一分钟 立马给我 滚出王氏 住手 住手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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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打我 小小王氏也敢动我家族 孟少 属下父祖来迟 请你折返 起来吧 孟少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 玉面修罗 啊 怎么可能 他们你们是个穷小子 在我家骗齿片和三年啊 骗齿片和 要不是我家族暗中暖户 王氏集团 早就毁灭了 你 你 你胡说 胡说 三年前你万其产生 莫非家族出手先救 你还要活到今天 这 据说 这玉面修罗 掌握着上百家龙头企业的生死 就凭你一个做下人的黄毛小 何德何能 我看 不会是找些临时演员过来虚张声势吧 哈哈哈哈 我孟少做事 却向你解释 去去一个张家 坦首可灭 你 若他真是愚敏修罗 我张氏不可隐之为兵 不愧是修罗 果然够气 既然你有权有势 为什么装傻充愣 前伏在我家 前伏 我是来报恩的 你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们本是夫妻 你应同心协力 停 王主还真是健忘啊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说的嘛 我 你就我一历 我赴王氏三年 从今天开始 王氏与我再不瓜葛 你们呀 考之为之吧 走 小孟 我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妈 气血攻心 经脉速度 引发究极 我用九阳针法 互助心脉 可占保他性命 剩下的 自愁多福吧 等等 孟少 孟少 又没有任何关系 大名 救你的人 不是家心 什么 这是我哥的公司 你啥老挤啊 哥 小涛 哥 芳芳 今天是沈帮风 把你俩都吹过来了 来来来 快坐 哥 我今天是来分家的 分家 你俩不是刚结婚吗 正所谓 素大分岔 人大分家 我现在都结婚了 这个家 迟早要分的嘛 就是嘛 哪有结了婚 还不分家的呀 行 那你说说 这个家应该怎么分 这家里的房屋呢 虽然是你出钱盖的 但是写的都是爸妈的名字 那就应当是爸妈的 既然房屋和田地都是爸妈的 他们现在又跟我们住在一起 那自然就全部归我了 是呀 哥 你都有这么大的公司了 老家那点东西 你就别跟我们争了 行 既然是弟弟想要 那就都给你们 小涛 你看 还是哥对你好 那必失的呀 他就我这一个弟弟 他不疼我疼谁呀 不过 哥 东西咱们是分完了 那爸妈怎么分啊 怎么 你要分爸妈 对呀 咱们就两兄弟 刚好爸妈一人一个 老爸身体不好 那就让他跟着你吧 咱妈身体好 那肯定跟着我了 他还可以跟我洗衣 做饭 还可以帮我们带孩子 老婆是吧 对呀 我们这不刚成家吗 要用人的地方 可多啊 这 恐怕不合适吧 哎 这怎么不合适了 虽然你没有分到家产 但是爸妈从小把你养大 这养育自然大过天 你可别想赖在我腿上 这爸妈 必须一人养一个 就是 你要是觉得咱们亏的了吗 动手分家前 请不撤 等到过年的时候撤一撤 看个数没数 你会得了吗 对呀 这个爸妈好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够了 够了 你知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还过蹭 爸妈当势什么吗 你们要分家 我没有意见 我家里的田和房子 都可以给你们 但是 爸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是你们说不应该就分开了吗 啊 哥 咱爸身体不好 他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可养不起 就是 咱们俩方结婚 去照顾一个病号 这谁受得了啊 我们可不像你大哥 你这么大的公司 是吧 对 爸妈有钱比我们股上多少的 这怎么还是如果把我们养大的 这些你都忘了吗 啊 行 不就是要钱吗 谁说不可以 来 姐姐 本来 你 这 我 你 不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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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